演艺圈日前爆发MeToo潮,NoNo,黄子娇,严雅伦都出庭音讯,分别以50万元,35万元,50万元交报,而时常跟进时事,同时又是法律系出身的网红陈怡,昨天就三人的状况分析,指出有一个人控,全身而退。 小红老师,提告NoNo设犯妨害性自主罪,日前依被告身份被警方约谈征讯,以送至台北地检署复讯,一个多小时后以50万交报,黄子娇四日前往复佑对音讯时全盘否认性侵,宣称是双方合议性交,经检方复讯后,预令35万元交报,并限制住居,限制出境出海。 陈怡在脸书上分析,俩人最大的差别,在于黄子娇有出来承认指控宣称是双方合议性交,而NoNo从头到尾都没有认,陈怡认为在有这样差别的条件下,如果没有确切证据,黄子娇如果认罪,还有拍摄照片作为证据的话,那罪名就有机会成立。 但NoNo迪斯不认,因此即使有多人指控,那他还是有可能全身而退,因为证据不足。 陈怡表示,这么说不是在听NoNo,我只是觉得他很狡诈。 这篇分析也吸引网友们的讨论,有网友就问,那言辟呢? 他好像也没有认对此,陈怡也回应,严亚伦的部分因为有影片,绝对跑不掉,且拍摄时对方未成年,只能主张合议性交,罪行减轻到一年以下。 当时严亚伦交保后则表示,现在最重要的是全力配合司法调查,会努力捍卫自己清白,其他因侦查不公开而不方便说。